3月初 郝利友被喷上了热搜 不少小伙伴才发现 原来郝利友竟然是根正苗红的韩国品牌 精心伪装了20多年的国货外皮 只用了一天就被网友们扒了下来 只能怪他骨子里的双标基因太过优秀 疫情期间 外企和媒体的双标言行也是屡见不鲜 3月16日 德国媒体就信口开河 指控匹克公司使用新疆棉 涉嫌强迫劳动 违反人道主义精神 这种火星谣言都能拿出来炒冷饭 作为自媒体人 品牌哥很怀疑这一届德国媒体的专业素养 为什么他们没有调查也能拥有发言权 反倒是与匹克合作的 德国国家篮球队声明 经过多次调查 所谓的强迫劳动根本不存在 对于这种流氓行为 我们只能换个角度思考 德国媒体选择蹭匹克的热度 恰恰说明匹克在德国市场成功了 你把我只想成了第一层 实际上我是第五层 对于匹克重拳出击海外市场的战略选择 品牌哥的建议是加大力度 毕竟他们越不愿意看到的 我们就越是要去做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就和大家聊一聊 匹克集团通过反向内卷 出关海外 实现发家致富的励志故事 匹克品牌的起源 得从福建省泉州市说起 80年代的泉州 在港口城市buff的加持下 各种家庭作坊式的服装鞋帽加工厂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作为泉州人 白手起家的徐景南 也相信爱拼才会赢的精神 1988年 他抓住商机筹资建厂 准备为耐克生产贴牌球鞋 然而 一年后 眼看工厂即将建成 耐克却突然宣布退出泉州 无奈之下 徐景南只能自己创建了风登公司 生产泉州鞋 失去了logo加持 泉州鞋与贴牌产品价格 足足差了5倍 没有品牌 质量再好 也只是大众眼里的地摊货 得不到国内消费者的认可 泉州鞋起 逐渐陷入恶性竞争的漩涡 越来越依赖海外市场 在代加工的一亩三分地里 疯狂内卷 辛辛苦苦做鞋 利润也不过一两块钱 饱受外资剥削之苦后 1991年 由英文Peak 因义而来的匹克品牌 正式推出 并以山峰的简化符号 三角形作为品牌的logo 为了提高知名度 匹克开始赞助巴依南篮 巴依队夺冠后 匹克宏集一时 尝到赞助甜头的匹克 又邀请了战神刘玉洞 担任代言人 2003年 匹克成为CBA战略合作伙伴 向中国第一篮球品牌目标 发起冲击 国内形势大好的匹克 趁热打铁开始走出国门 2004年 赞助了乌兹别克斯坦 希腊等国家篮球队 牛刀小事后 2005年 匹克全面启动品牌国际化战略 重金签下了 姚明效力的 休斯顿火箭队主场 成为第一个 进入NBA赛场的 中国运动品牌 之后 更是成为了NBA官方合作伙伴 接连发布多款 明星球员篮球鞋 在国外市场 小有成就 与此同时 国内也传来好消息 2008年北京奥运会 这是前所未有的契机 中国体育用品行业 迎来了自己的大牛市 拳中协企 也开始了 跑马圈地势的扩张 纷纷砸钱开设直营店 2009年3月 匹克与国际蓝联 签约成为战略合作伙伴 自此 垄断了世界上最顶级的 两大篮球赛事资源 所谓烈火烹油 鲜花灼锦之胜 不过如此 巅峰之后 难免会有低谷 2012年 奥运会的后遗症 逐渐显现 产能过剩 库存爆仓 成为整个行业的通病 即使停产 积压的库存 也足够整个行业卖三年 仅2012年上半年 李宁就关闭了1200家门店 关店比例高达15% 全年亏损近18亿元 匹克也开始进行战术性调整 2011年至2014年 关闭了部分低效门店 开设了高效的商业综合体店 业绩渐趋于稳定 2013年 一带一路倡议首次被提出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 全州有着先天的优势 匹克直接按下了 国际化进程的加速键 成为一带一路的先行者 匹克体育先后与新西兰 比利时 斯洛文尼亚等12个国家奥委会 以及德国 塞尔维亚 伊朗等8个国家篮球协会合作 旗舰店与零售网点 也随之铺开 2014年 匹克的海外销售占比 从2012年的13.4% 增长到了23% 成为海外市场销售占比 最高的中国体育品牌 2015年 霍华德成为匹克 全球形象代言人 当年的总营收额为 31.1亿元 净利润3.9亿元 同比大增22.3% 其中 国际销售占比21.6% 达到了6.7亿元 凭借着海外市场的拉动 匹克上升势头明显 逐渐向好发展 可惜 匹克的运气不太好 2016年 趁着泉州携起示威之际 抓住法律漏洞 打着名字 logo擦边球的山寨品牌 抢占了大部分终端渠道 当时的商场 更青睐带有 英文商标的洋品牌 并且不论真假 山寨的New Balance 一度比正版的New Balance 还要多 整个行业的生存空间 都被侵蚀殆尽 匹克的销量 自然也受到了冲击 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时代 匹克选择沉下心来 从2005年 与中国航天携手 到2016年底 升级为 中国航天事业战略合作伙伴后 匹克折付了多年时间 专注于运动科技的开发 2017年 匹克在科技研发上 投入资金高达1.2亿元 随后 推出了中国第一双 3D打印跑鞋和篮球鞋 开启了运动装备定制的新时代 也因此荣获 中国体育用品行业科技创新奖 2018年底 匹克太极横空出世 这是一项具有革命性理念的科技 突破了传统运动鞋 中底材料的局限性 搭载PCU材料的它 能够自适应各种运动状态 拥有弹柔并济的材食感 作为主打舒适的运动鞋 在里宁 安踏 阿迪 耐克等知名品牌的包围下 成功实现了弯道超车 正如匹克所希望的那样 太极一战成名 对标阿迪当年推出的 中底缓震技术 BOOST 成为运动鞋领域里 又一个颠覆性的技术 可以说 太极1.0 凭借着一己之力 填补了软弹通勤慢跑鞋的市场空白 在国内潮鞋 专业篮球鞋 跑鞋陷入内卷之时 开拓了全新的消费点 12月15日 匹克限量发售的999双太极1.0 创造了51秒授钦的记录 一年后太极系列也不负众望 618单日销量同比增长4300% 铁帽双十一销量同比增长703% 2019年4月 匹克第五个全球创新研发中心 正是落户西安 成为全球首个拥有新材料科研团队的运动品牌 凭借着先进的运动科技研发能力 匹克提高了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2020年 匹克相继推出清潭科技与澎湃科技 去年推出的太极3.0GT跑鞋 搭载了航天航空领域常用的 轻量化高性能采量 匹克在坚持科技创新的同时 制定了以用户为中心的品牌发展理念 基于市场现状 快速满足消费者的各种需求 例如慢跑鞋成功后 匹克并没有基于发展专业跑鞋 篮球鞋 而是根据用户日常生活的需要 开发出了太极拖鞋 现在匹克一年可以卖出214万双拖鞋 这是其他运动品牌没有想到的 其实匹克的逆向思维一直可以的 疫情影响下 大家都忙着线上线下两头卷的时候 匹克却坚定不移地执行出关战略 继续沿着一带一路出海 业务遍及欧 美 亚 非 澳 五大洲的11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的冬奥会 为了抢占国内市场 争夺中国队的赞助权 大家都挥舞着钞票 陷入了广告内耗 这时候浓眉大眼的匹克选择以量取胜 一口气赞助了冰岛 巴西 新西兰等 七个国家的代表团 这些国家都设有匹克的旗舰店和零售网点 匹克通过一次赞助 获得了双重快乐 完成产品出口的同时 也实现了品牌输出 太极面世后的三年时间里 匹克在全球总共卖出了 1500多万双系列产品 总销售额35亿元 在亚马逊篮球鞋市场份额中 匹克排名世界品牌第五 中国运动品牌第一 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中 但具一席之地 匹克很不容易 替本土品牌争了一口气 也顺便给国家赚了外汇 现在看来 匹克的大三角logo也顺眼多了 属于是符号自信 毕竟这个大三角 海外市场也是认可的嘛 匹克在国际市场的成功 大家都看在眼里 外媒的造谣污蔑和诋毁 我们也看在眼里 国内的新疆棉事件 最终不了了之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去年三月份拿出了两张照片 他们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像是忽略观众的傲慢演奏家 外媒不能因为匹克自强不息 在国际市场走出了自己的路 就抹黑他 让他无路可走 这是强盗的逻辑 互联网当然有记忆 疫情期间 我们看穿了太多品牌的真面目 外企问题频发的时候 匹克在为家乡抗议捐赠物资 和泉州一起渡过难关 品牌是有国界的 只有真心才能赢得中国消费者的尊重 中国人都知道老子的哲学 胜人者有力 自胜者强 作为本土品牌中的一员 匹克当然会在一带一路上继续走下去 而且会走得越来越好 我不想一辈子让人踩着脚下 你以为我是臭小饭的 我整了三年 就得想等一个机会 我要争一口气 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 我是要告诉人家 我失去的东西 我一定要拿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